这次父子之间的冲突就像是一击重锤 彻底击垮了孩子的心 萧女士告诉我 经此一事 孩子在家中的表现就像是变了个人 常年把自己关在房内 抵触一切与丈夫的接触 切断了一切与他们的沟通 把丈夫和自己完全隔绝在了她的世界之外 只要她一回来 听见她的动静立马门关上锁住 包括我都见不到儿子 她不在家孩子门开着 我能看到孩子呀 还能说上话 孩子有什么需求还能喊我之类的 余先生尝试着去敲开孩子的门过吗 我也做过很多次 最早的时候是给孩子写信吧 后来呢就发微信 我们三个人建了个群 然后孩子后来不知道怎么就退群了 在调解现场 余先生向我们展示了 他发给孩子的一些短信 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 这些短信的内容 与他此前在场上的表达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从七月份开始 全部都是只有你发给儿子的 没有任何回应 你在信息表达里面 是一个很柔软的爸爸呀 儿子爸爸想你了 好久没有给你打电话了 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 今天给你奶奶打电话 你奶奶说给你打电话了 你接了奶奶的电话 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奶奶的电话 大家都非常高兴 谢谢你 爸爸知道你恨我 也知道自己做了很多让你伤心的事情 经过这两个多月的生活 爸爸相信你在各个方面学会了很多 也相信你自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可以面对以后的生活 不过有什么不开心的都可以给我们说说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永远都是给你站在一起的 永远都会支持你 爸爸妈妈爱你 没有回 上百条信息 开头都是儿子 亲爱的 后面我就不多念了 因为每一条都没有回复 有些人期待儿子回你吗 因为孩子在家里边 确实很担心 确实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现在 其实从我老公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我挺替我老公难受的 但是作为儿子来说 他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 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 你也能理解 对 我能理解 因为把一个人的心伤透了 伤口的愈合是需要过重的 就像我们从结婚到现在 所有的事情 我老公对孩儿也好 对我的伤害也好 我不想触及这个问题 时间长了 我也慢慢都忘记 我就希望 我就希望现在过好 夫妻之间能正常沟通 上百条言辞恳切的短信 也没能换回孩子的心 却在调解现场 唤起了萧女士深埋心中多年的委屈与愤怒 在现场哭得泣不成声的她 怎么也想不明白 无论自己怎样努力 始终没办法走进丈夫的世界 反而让自己的孩子 也走入了一个孤单的世界中 见到此情此景 观察员陈兴东拿起了话筒 希望帮助萧女士理解丈夫的世界 慢慢走进丈夫的世界中去 问一个问题 余先生 就这么多年来 你对萧女士你妻子 就最不满意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家庭的一些琐事吧 就像上厕所要关灯 是不是对你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对 反正怎么说呢 可能她说话也比较直 让人很难接受 对 好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 就你们家的情感 到底是被什么给蒙蔽了 我认为 用一句话来说吧 叫情感抵不过需求 就内心对对方都有情感 但是呢 一碰到自己的愿望和需求 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这些情感就会消失 你追求的是一种什么 想要一种比较清静的 比较自然而然的一种生活状态 但是呢 可能你的气质 萧女士 让你无法实现你的这种愿望 所以当萧女士 所谓的在骚扰你的时候 所谓还打引号的 或者所谓的对你提要求的时候 你受不了 同样的 你也会用不好的态度去回应 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情感的东西 心感消失了 为什么 大家都在坚持自己的需求 那么这样的话 怎么沟通 因为你没法接纳别人 没有接纳就没有沟通 那么你动不动都是推却的 那只有冷漠了 所以你们家长期以来就这样下来了 然后对孩子 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 然后具体到我们余先生身上 我发现 在处理你们家庭矛盾的时候 你是才去消极 推 躲 逃 你一开始是这样的 但是发展到后面 你变成了什么 你变成了一种偏执强势的 比如说跟儿子定协议 然后呢 因为协议的问题 发生了矛盾 然后呢 你会用强势的方式来解决 甚至暴力 于是把孩子最后一点情感 就打没了 为什么会对上这种情况 就是我刚开始所说的 你们的情感到哪去了 因为不能以情再道 就不可能以道立法 那么这个家庭 它就不可能和谐地存在 最后我有个建议 就是那个萧女士 余先生她其实已经有醒悟 她写这么多短信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她已经在反思 但是她现在这种做法 可能很难真正地 去撬动孩子的心 那么你跟孩子之间还有沟通 所以你的作用非常重要 第一个 千万不要再跟孩子传递 任何关于余先生的 不好的一面 特别是过去那些事情 你要跟孩子的 这种情感链接 要建立得更加的牢靠 那么你才有可能 慢慢把余先生的 这份情感传递过去以后 修正他们的关系 在我看来 亲子关系问题 和夫妻关系问题 完全就是一个问题 叫爱的能力缺失 你看 你娶了眼前这位女人 做妻子 女人 妻子对你 就会有爱的需求 你对她有没有爱的需求 我不知道 但我感觉上 她对你的爱的需求 远远高于你对她爱的需求 因为你没向她所过爱 而她向你是不断地在讲述 希望你能够听一听 她的想法 她说的事情 你若不能够有心态 去倾听她所说的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无法理解她 你就无法懂她 也就无法跟她沟通 无法让她感受到爱 所以我说 你是缺乏爱的能力的一个丈夫 接下来 说亲子关系 你不知道怎么去爱妻子 你怎么又可能知道 怎么去爱儿子呢 当儿子在学习上 在生活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的处理方法是家暴 其实答案就在你自己身上 你伤害了我 然后你现在企图通过 不断地发信息 就能让我回心转意 然后还要让我说 我爱你爸爸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可能真的是 特别的特别的缺乏爱的能力 那接下来我就想说 怎么去爱呢 对你的妻子 需要的是你的理解 她是要你的态度 她是要你 不再游离于家庭之外的态度 要你去关心她 温暖她 她的态度 跟妻子好好沟通一下 明白她到底需要什么 你才能够最终 打开儿子的心境 因为儿子愿意跟她 进行信息上的互动往来 跟你已经不愿意了 所以把夫妻关系经营好 才有可能建设好亲子关系